黄队,咱们上次见面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万宝明走得更远了一点,手里捏着手机,头锤得比肩膀都要低,腰都玩下来了 副主任不容易,能拿得出手的东西也不多,偏偏黄强明的胃口还挺大 万宝明的眼中,分明含着一丝丝的晶莹 做点是,太不容易了,江远看不到万宝明同志的眼神和表情 他就坐在自己书房的另一边,距离万宝明选择墙角有快20米远了,甚至连万宝明说话都听不太清楚 当然,江远也没啥兴趣听他跟黄强明掰扯 他自己打开电脑,将万宝明拿来的指纹放进去,先用Photoshop简单的处理着 做指纹做得久了,在跟软件匹配之前,江远已经能够做出一些自己的判断了 能不能笔中,笔中的指纹的相近性如何,这些都是可以预判的 总的来说,残缺度太高的指纹,不先用图像软件处理的话,匹配出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可能 当然,也有可能匹配出正确的指纹,但做技术的,玩这种概率游戏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些LV2水平的狠件们,做超高难度的指纹的时候,可能只有采用这种方式来覆盖任务 但对江远来说,他已经超脱这个档位了 他现在起码的是LV4.2的水平,就后面那0.2,都得吊打一票人 高难度的指纹做得多了,而且总能成功,这种经验,本身就是难能可贵的 就好像一名普通人,在总统的职位上做得久了,渐渐地也能琢磨出一点心得来的 万宝明这次拿过来的指纹,残缺程度就有点过高了 以江远的经验来说,现在丢进指纹软件中去匹配,得到的答案相当于随机 这也没什么奇怪的,要不是难度超过了LV3的水平 万宝明何至于如此的低声下气 在万宝明和黄强明通话几分钟后,万宝明拿着手机过来了 低声道,江远,你们黄队的电话 好嘞,江远接过了电话 江远,休息得怎么样,累不累啊 黄强明在电话里笑呵呵的问 还行,今天起了一天的墙,出了点汗 江远道,出汗好,出了汗,身体舒服 黄强明哈哈一笑,又道,万宝明又拿了格指纹给你 打折随棍上啊 他这次拿的指纹难度高不高 高,直接做出来的概率都不高 江远道,哦,那能笔中吗 你能给笔中吗 那要看库里有没有指纹了 江远顿了一下,道,就算库里有指纹 也要看库里的指纹的质量怎么样 你给个数,有机成把握能做出来 六吧 江远看看万宝明,也没有太藏着掖着 单从关键字来分析,江远觉得万宝明一定求助过布韦的指纹专家 但老实讲,布韦的指纹专家,也不见得就有LV4的水平 有厉害的专家,肯定是有超过LV4水平的,说不定还有LV5的大佬 可专家也是要讲概率,讲投入的 万宝明能不能请到一名足够强的指纹专家,并要求对方全身心投入呢 估计很难的 更大的可能是对方帮忙看看,短时间内笔不中,就放弃了 毕竟,布韦的专家是非常忙的,全国像是山南省这样的省份有30多个 而超高难度的疑难指纹,就算是专家,一个星期也不见得能做出来一枚 这就好像指纹会站期间,正常的属于山南省厅水平的专家 整场会站15天,看10万枚左右的指纹,能比中几枚就不错了 而会站的强度和重要性,跟日常帮忙可是截然不同的 江远只对黄强明道,这个指纹放在省内正常做,希望不大 黄强明于是心领神会,乐呵呵的道,行,那你把手机交给万宝明 我让他把上格指纹的开销也补上 江远笑笑,上格指纹,也就用了两个多小时 这个别人给我讲过,的按算力来说 黄强明自信满满的道,你把手机给万宝明,别心疼他 长阳是多有钱的地方啊,指头凤里露一点,够咱小县城的奋斗一零年了 江远失笑,再将手机还给万宝明 万宝明针之重之的接过来,郑重的放在耳边,道 黄队,我小万娜 万宝明一边说话,一边继续往角落里走 江远坐回到电脑前,在主机还没有开始轰鸣以前 江远隐约间还能听到一些很玄妙的关键字 拜托了,是真的愁 黄队,Tilda,您搭把手 两久,万宝明又将被盖发烫的手机,送到了江远手边 江远,喂,黄队,黄强明,你给看着弄一下吧 我这边,让他们派俩人过来给咱们做做培训 另外,咱们再借他们一点旧的设备啥的 口子我还留着呢,回头你看上啥了,想要啥了,就给我说 江远略有一点不好意思的说了声,好 行,你开免提 黄强明道,江远于是拿下手机,开了免提 黄强明的声音传了出来 江远,万主任这边的任务,你好好搞 你这边的假期还有两天,就先别休了 重新算上班了,回头做完了,你再休 徜阳市行科中心以前也帮咱们做过好些案子 这次能有合作的机会,你要珍惜 是,江远规规矩矩的回应,万主任,那江远这边就交给你用了,年轻人不懂事,有啥做得不好的,您多担待,有问题就直接找我,我来批评他,黄强明唠叨的结束了通话 万宝明收好了手机,叹了口气,你们黄队,不像以前那么好说话了 江远只是笑笑没吭声 借别人家的大青牛去耕地,跟戒指猫去抓老鼠,大概率是不一样的 鼠标动动,电脑屋的就叫了起来 在图像渲染方面,多高配置的电脑,叫声都是一样的,这个就好像那啥,是吧 万主任,案子方便介绍一下吗 江远趁此时间,问万宝明 这个是去年卖新电子厂的案子 有名女工在楼顶,被人给推下去了 最开始的时候,还以为是自杀 后来有目击证人说是看到了楼顶有两个人,而且有推散的动作 万宝明描述了一下场景,接着就着重证据道 前期的出警其实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开始以为是自杀 所以,现场保护的就不太好 工厂的保安和工人,都跑到了楼顶上面去 其次,就是只有目击证人,缺少监控视频 因为穿的都是工作服,这个就不太好判断凶手 第三个,就是工厂的工人互相之间都不太熟悉 这个卖新工厂是随用人,随招人的模式 就是签一个大的代工单,就招一批工人过来干 干得差不多了,就给开掉,等下次再有大单子了再招人 所以,想顺着社交关系来破案,也不太容易 江远听着万宝明的介绍,不由问,那唯一证据就是衣服上的指纹 万宝明探口气,现在的问题是,衣服上的指纹变成一个反向的证据了 刑警着重询问的几名嫌疑人,都被衣服上的指纹证据给排除了 江远听得不由笑了一下,再问,那工厂的所有人,应该都踩指纹了 踩了,当时出了事,工厂直接就封门了,进出口的视频监控也都是全的 江远不由点点头,如此一来,指纹库的问题,其实就解决了 从一名很简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完美的指纹比对的环境了 你只要做出指纹来,就可以做比对 想到此处,江远又是皱皱眉,道,那核心问题就是匹配指纹 去年的案子,实在匹配不出来,一个人一个人的匹配,总能行吧 万宝明嘴角不由一笑,赶紧遮掩住了,道,我刚才说工厂是卖新的 你可能不太了解,这工厂当时接了个大单子,处于满工作量的状态 厂区内的工人有将近三万人 江远这才恍然,几万人的大厂,一格格的比对指纹肯定是不现实的 尤其是这个指纹的状态还这么差 你们当时是用什么提取指纹的?502吗? 江远看着指纹,开始渐渐进入到了下指纹比对的状态 万宝明听懂了江远隐含的意思,苦笑一声,是502熏险的 和硬三酮的熏险类似,502焦熏险法,也是涂抹化学试剂以后,让汗前指纹显露出来的方案 同样的,所有类似的方案,其实都有一层大家较少谈及的问题,操作起来容易出瑕疵 犯罪分子留下指纹,本来已经是不小心了,那指纹要是给弄坏了,显示不全了,人家肯定是不会给再来一份了 就像眼前这个指纹,巴拉得这么残,结果很简还得苦哈哈的匹配 通常都得埋怨两句提取指纹的,通常挨骂的也都是线刊 江远用图像软件,将指纹略做调整,渐渐有了思路 精神投起来了,他也就懒得理万宝明了,道,您要不玩会狗,有结果了,我再给您说 好,万宝明应了一句,才有些反应过来,我在这边等吗 那,您有事就先去忙,江远自然无所谓的,万宝明忙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 呃,今天就能有结果吗?有可能吧 现在主要是要处理图像,这个指纹是从棉质的衣服上取的 棉这种天然纤维是有螺旋扭曲的,纤维截面像是个腰子,又容易起绒毛 这是汉前指纹表现力不够的主要原因,江远给万宝明略做了说明 万宝明看着江远,道,我也做过很简,道理我都明白,但是 江远沉默了一下下,再道,您要是无聊的话,要不就回长阳市一趟,把黄队要的人和物,给他送过去 送到了再回来,我这边差不多就有结果了 他现在已经处理图像进半了,自觉处理的图像清晰度尚可 考虑到长阳市这边已经采集了该场所有人的指纹 那等于比对的酷市权的,比中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 事实上,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还不能比中指纹的话 这件事本身也会是非常有意义,以及有价值的 所以,江远给出的答案,也就非常肯定了 万宝明觉得江远有点狂,但是,看江远的表情 他又没问出那股子狂未来 行,我先回去,也给领导汇报一下 回头,再过来等您的好消息 万宝明收敛起了所有的小情绪 他的理念,就是只要您能做出东西来,我就服你 凭着这种思维模式,万宝明本人的能力一般 却收获了很多行政专家的认可 进而成为了长阳市行科中心的副主任 在行科中心内部,万宝明也是比较受认可的领导 也是因为他是比较尊重技术的一类人 只要江远能做出东西来,万宝明也是能够接受江远和黄强明组合的 但如果不行,那万宝明就要反向跟黄强明,以及江远说到说到了 出了门,坐上车,万宝明更是提前在群里说了起来 日常伪迷,又拿着去年的命案基案,找到了江远 超级疑难指纹,没想到江远一口硬了下来 现在去搬砖换指纹 南征北战,只听过搬砖30天 31号去会所的,搬砖换指纹是什么鬼 日常伪迷,黄队开了些条件,我得给他筹备一点资源 总不能让人白干活的 不是,你这个搬砖去会所的是什么鬼 南征北战,搬砖那么累 如果不是为了去会所的话,就是催泪骗了 日常伪迷,没有31号怎么办 南征北战,你是去搬砖,又不是抢银行的 不得两个月才能攒够钱 日常伪迷,有道理 南征北战,黄队开了什么条件 你还得去筹备资源 日常伪迷,几个技术员,几件设备 技术员们带辆现场勘查车过去 南征北战,这么好 又有新车用了 正在车里刷手机的日常伪迷不由坐了起来 皱眉打字 日常伪迷,不是,你是谁啊 小老鼠南征北战 南征北战,我 不过是一名走南闯北 积累了一些经验并乐于分享的男人罢了 驻台县刑警大队 坐在办公室里 无聊吹水的刘文凯 常常的吐了一口气 在抬头,对中队指导员道 咱们也找两个机案出来 搞个攻坚战吧 自己找罪兽 手里的案子做完了 指导员嗤之以鼻 刘文凯呵呵一笑 低声道 我收到小道消息 咱们大队 估计会新到几个零时工 还是搞技术的 这么好 指导员被感惊讶 咱们早没编制了 哪里骗来的人 徜阳市的刑警队支援过来的 大概吧 反向戒调 估计吧 要不要 刘文凯表情淡定的道 想要人 不救的有项目才行 行行行 开机案 开机案 指导员连说两遍 对于天天忙的四脚朝天的中队来说 再没有什么比增加人手更舒服的了 好 好